大家好,我们庶民警理频道上一段影片给大家报道了25日上海年轻人的Cosley万圣洁活动被警察强势禁止 某些人觉得我们在造谣或者夸大了事实 那我们本期影片就把26日上海警察驱离甚至抓捕Cosley年轻人的画面全部整理出来给大家一次看 所有的好朋友自己评判,你们觉得上海警察如此行为是否属于禁止概念呢? 请注意,在本影片发布时,以下画面均已在大陆网络被删除了,包括现场直播也已经被禁止 虽然官方引导大众前往离市区30公里远的迪斯尼和欢乐湖过万圣洁 但自从25日上海警察在巨鹿鹿和渔原路派驻大量警力禁止Cosley活动后 几乎没有人会去那么远的迪斯尼和欢乐湖凑热闹 何况还要买几百块的门票才能进场 于是上海的年轻人似乎学习了香港反送中创造的Beauter技巧 在没有任何组织的情况下,通过网络与警察搭起了油漆 从阳谷区的大学路到静安大跃城 再到中山公园 处处都有各种奇装异图的年轻人冒出来 晚Б舞最后,次去 very personally 起舞,今礼端超私宿的人 自己的心声 自由能飞翔 灿烂的新逻 永远的 Bruno 两无神 在自己的心声 余愿在香港 那些事情 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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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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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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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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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现场哪里秩序混乱了 有造成什么损失吗 退一万步讲 即使这些年轻人的行为是扰乱秩序 是扰民吧 为什么去年的上海巨鹿鹿可以今年就不行 为什么这几天武汉杭州可以 上海不行 全世界无论什么法性 法律的一致性原则是必须遵守的 否则这就不是法律 是人质 警察不能因为一位官员的主观意愿 就滥用法律 随意执法 这让习近平的依法治国的基本国策群合一看 我们再来说说这位来自台湾的台妹 你来大陆爱上共产党 喜欢大陆的制度很正常 但爱归爱 不能为了爱而罔顾事实 瞎辩护瞎洗地了 麻烦不要把台湾蓝绿恶斗的那一套带到大陆来 大陆人经历过文革 非常讨厌这种因为意识形态的胡说八道 其实老公也根本不需要你这样的角色去洗地 虽然是一党专政 虽然很多不同的声音不被允许在网络公开发布 但老公还是允许大陆人有不同的想法存在 这位台妹如此的贵甜洗地 不仅没有帮到老公 反而成了台湾绿媒强化老公独裁印象的素材 另外我们有一事不解 你既然作为台湾人 要向你的台湾同乡诚心辟谣 为何发在只有大陆人能看到的抖音 而不是发布到YouTube或者Tikon 唯一的解释就是特意说给你的大陆粉丝 和国台办金主爸爸听的 台妹在大陆是从事抖音直播带货来赚人民币的 台湾同胞来大陆合法赚钱 当然热烈怀疑 但如此无下先的贵甜执政者 难免让人怀疑你是真爱共产党 还是只因为人民币 庶民经理开通会员服务了 只要您加入会员 即可体验庶民经理独家推出的 经理搬购服务 为您的生活节省一大笔开支 增添更多便捷与欢乐 详情请进入本频道页面 制定影片了解 快来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